刘维自曝脚臭熏跑宿管阿姨,杨迪凑上去闻说是香的,这两人真狠,除了杨迪做客之外,刘维、张绍刚等人也来到了刘长进家里,其实刘维在娱乐圈中并没有大红大紫,但是他是娱乐圈中不可多得的一个人才,而且非常全能,不仅可以当主持人,还可以唱歌跳舞样样精通,前段时间他参加快乐大本营录制的时候,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嗨的人, 在快乐大本营中更是展现了自己批图的技巧,不过却在这档综艺节目中爆出了自己上学时的黑料,说上学期间狡臭的都把宿管阿姨给熏跑了,这引起了众人的大笑,看来真的是没有偶像包袱了,令人惊讶的是好奇的杨迪还特地跑到刘维身边闻了闻他的脚,并且说的是香的,没想到这两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居然会这么搞笑,这做法真的太狠了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